LOOK MCU 這就是LOOK MCU 鑿著這條燈條 這條燈條到尾 再鑿著另一個燈板 整個項目是用手機控制 現在先插電 插電用這個APPS 這個APPS我打開它 要用Wi-Fi 我打開它 斑馬的意思是它不同 顏色在斑馬上 控制燈的色 光一點 暗一點 綠色 可以光一點 譬如 我要 這個按鍵是梅花鑑粥 我自己加上來 梅花鑑粥 這樣掃出來 又是不同顏色 它會閃一閃 梅花鑑粥掃出來 逐一閃 回到它時 全部都塑出來了 暗一點 就是這樣做 我去試一下這個版本 那我就選擇這個項目 然後我要選擇了這個項目 選擇不同顏色 就是包碼是甚麼顏色 這個就下面是光暗 光一點 暗一點 如此類推 這個 空間 開啟 閃閃 換一換燈位 例如我轉換另一隻顏色 它一樣這樣跳一跳 就是這樣 關掉它 填滿門 就是這樣玩 這塊板就是Node MCU 是ESP8266個晶片 有Wi-Fi裡面的 要補充一樣 我這裡沒有Wi-Fi 就是我純粹用數據 GSM寫一些資料去網絡 這是出了街 不是在家的Wi-Fi 就是這樣 OK 我已經有這個Node MCU 我又有燈跳 再加上我用了Wi-Fi 三樣東西都齊了 我直接抄這個網站 那 基本上 設定 就是 我用一顆MCU 就要補一顆 但是 我都 覺得不需要 因為 我昨天才用了Picco 去做 Picco都是行3.3W Picco都不需要一顆 所以這裡也不需要 你看到這個圖 其實它也沒有 那我直接 直播 用電源 就是USB 就已經夠了 那 繼續下 那 在Bing方面 就 開一個項目 選擇 MCU 用Wi-Fi 控制 然後 它就會教你 在項目中 加些什麼 例如一個 slider 就是這條 這個斑馬 就是 控制RGB 不同顏色鏡 那 我自己再加上一個按鈕 那 譬如斑馬 裡面的設定是怎樣 可以有一個virtual print 可以選擇Digital print 可以選擇Virtual print 接著 可以speed merge speed的意思就是 把紅、綠、藍這三個 分別寫在三盞燈 但是 每一次就寫三個數 那就會慢些 如果這個merge 一次就寫一組Data 但是你去到Proven 1面 就要自己拆開 這樣的意思 那 slider 純粹控制光 其實這些V3、V2 就是 當成Variable 不是實際控制你的腳 但它可以選擇實際控制哪隻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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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拿 然後其實搞完之後 你會 因為這個project新起的時候 它就會 可以有一個token 會傳給你 到你的email 那 沒有一個token 就跟著這個project 這樣 開一個Gmail 檢查一下 那個token 什麼 其實大概的原理就是 你的手機 經過上網 經過Brain這個伺服 做一個中間人 然後 因為這個是這個project 它就要找回你的token 你的token 就對著你的 device 接著你的 device 接著 經過互聯網 寫回你的 device 這樣控制 而已 原理就是 大概這樣 但是 如果你跟著這個網站 這樣做 會遇到一些困難 譬如現在還需要 下載這個 FastLED library 要下載這個 Brain Simple ESP8266 這個 library 我再說 會怎樣遇到困難 那 Cooking 基本上是抄這個 OK 那 首先 去到Ygino 困難在哪 這件事 就是 它能否認到那塊板 首先 認到那塊板 首先你要 認個port 每部機器不同 我就是port4 這個你可以用Device Manager去檢查 那 至於這塊板 創作Adreno 的時候 基本上 你只創作Adreno 那些板 你看不到 EPS 8266 看不到其他板 那你要怎樣做呢 其實要去到這個file 的preference 這裡 要加這個地址 它才會再拆 加完這個地址 它才會找到 才會找到這個bord manager 那裡 然後 你看到 ESP 826 它才搜尋得到 去那塊板 這樣 這個如果不熟悉 就 有些困難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都下載了兩個program 下載了兩個library 第一個library 這個program 如果我在這裏下載了 那我就tools 在sketch inclibrary manage library led 它有出很多的 很多fastled 不知哪個才是 不知是否這裏作者 按下 more information 的時候 它就會 彈錄去一個 激卡頁 發覺這個激卡頁 跟他剛才給的那個網站 那個是一樣的 如果按下去這個 就對了 這個位置第一個 那我先介紹這個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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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那 另外呢 它就要下載另外一個 嗯 那 用剛才的方法呢 是不行的 因為怎樣拆都拆不到這個bring simple esp podhd 那 那 嗯 嗯 那 它就帶了這個gb page 那 那它是走入它的source那裏 它是有這個 這樣的 label 的 但又不可以逐 就下載這個 那我唯有 整組的下載 那我唯有 那我唯有在這裏 那裏 整組的下載 那裏 然後再抄下去 那裏 然後再打開 那 那裏呢 它又很神奇 那裏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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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呢 它又不會 在它的 library 的 啊 不在這個書籍出來的 啊 但是你又用到它 啊 所以我都不喜歡用Arduino 這些 那裏 那這樣啦 那那講一下 那裏 我按了D2 要按了第二口針 那這樣啦 那整個Plot耶 那是怎麼行的呢 大概就是這樣 首先還有Bring有很多Library 我剛開始下載了這個 其實都沒有關係 我comment了它 你只要走了 我們用這個 其實這個LET 我就入1,2,4 因為那塊板有60顆 現在我燈條有64顆 小個是沒問題的 多個都沒問題 它不滑出來 這個就入到你家的WiFi Password 和剛才的Token 其實這些就是變數 控制它 紅綠藍 這個控制光暗 這個Fashion我加上去 就是閃不閃 這樣 一開始ENIT的時候 它就有些setup 其實它主要是用FastLED 去傳一些資料給它 總之大概猜它 就Bring在Apps那裡按 按了那個Bring 按了那個Bring 它一放手的時候 它就有個V3 寫下這個V3 它就會這樣 這樣 拆了這三個資料 接著 接著 其實它叫Static 1 這個Module 總之 Bring 不停滑出來 就走這個Bring 第二 就是 V4 就是我那個Button 我叫做 Spacing 或者Fashion 它就會射到這個Button 其實on and off 就是0和1 我寫出來的數值 最後都是 帶到Static 1 另外就是光暗 光暗 一鬆手的光暗 我們使用那條Slider 它就帶些Data過來 Data就是0到25 就是一個Integer 然後它有一次過 又是寫到這個Program 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 我看到它是正常的 如果Flash是0 就是正常的 它總之填滿了124顆 然後跟著什麼顏色 就填什麼顏色 你放在馬路上 選什麼顏色 就什麼顏色 接著又騷出來 否則如果那個Button 是暗了 那我就要去填 梅花鏡竹這樣填 因為這些 就填滿了0 接著要填滿了 然後就填滿了 然後就填滿了 然後換一換位 接著又再 再展示原本的正常 然後就閃一閃 梅花鏡竹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簡單 其實 那你就可以實現到 遙區 經過互聯網 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去控制 一些燈也好 有燈也好 其他電子零件也好 就可以這樣了